1885年3月23日的夜晚,这难关战场并不平静,在夜幕的掩护下,冯子才组织了对法军的突袭。 这种战术面对组织性差的封建军队和农民起义争率是不爽,但面对近代化的法国军队效果不大。 3月24日清晨,真门关依旧大物弥漫,法军指挥官尼格里命令外籍兵团第二营留守大青山三号堡垒,派贺本哲中校率领143线练部兵营为主力趁着能务攻打大青山剩余的堡垒。 由于兵力紧张,尼格里甚至把东京部兵营的越南狗腿子也当成了进攻炮灰。 在迷雾之中,贺本哲中校发挥了法军无脑冲锋的光荣传统,他像唐吉赫德一样带招法军,勇敢地征服了峭壁和农雾,但就是找不到冯子台部队的影子。 贺本哲这事才一拍大腿,知道自己走错了,只好原路返回,贺本哲待度返回了一段路程后,才拍着脑袋想起自己忘了通知上死尼格里,由于通信条件和地形的限制,他的通知很晚才到了尼格里那里,在战场的能务下,这可是真能务。 尼格里看到山顶的清军没有动静,也一拍自己的脑门,认为贺本哲已经得手,将剩下的筹码也扔出去进攻缝尾台的长墙壁。 尼格里的进攻战术依旧是炮兵轰,不兵轰,由于山上的法军火炮所在的地方地势较高,只能对长墙进行俯瞰射击,所以法军炮击的效果并不理想,清军损失较小,就在尼格里准备让手中的石门火炮进行下一轮炮击时,大青山背后出现了很多人影, 尼格里又兴奋地拍了一下脑门,他以为贺本哲已经迂回到了清军背后,下令线列步兵第111营开始出击,300多名法军士兵装上了刺刀,像拿破仑时代的前辈那样勇敢地冲向清军阵地, 即使他们的战友不断被击中,拿破仑皇帝不要管你的战友的教导依旧在耳边回响,这些法军士兵到达长墙后开始摊爬, 翠军在法军的威逼下也出现了骚动,一些士兵开始逃走, 博子台立刻下令都战队斩杀了逃兵,斩杀了逃兵后,博子台带着长矛一声,大鹤冲出了阵地,这也是他精心选择的武器, 法国的刺刀技术源于法式基建,可以说是达达尼奥本火枪手的敌传,一般中国冷冰气格斗术还真干不过, 一寸长一寸强,只有精通长矛技术的人才可以克制刺刀术,抗战时期中国的长矛也让鬼子的刺刀术相形建处, 他的两个儿子冯湘荣,冯湘华也跃出斩墙,冲入敌阵,与法军展开白任战,将士们一见冯子台身心士卒,备受鼓舞,也纷纷冲出斩墙, 拿着大刀,爆炸瓶和法军混站在一起,这些士兵的热博功底不及缝子台, 但爆炸瓶和人数的优势让他们逐渐占据了上风, 黄孝席的五个营翠军也同西岭冲了下来, 巴掏法军后路,在清军的前后夹击下,法军先列步兵第111营败下阵来,撤到小陆林, 清军开始争抢法军的人头和仪器的军带,这大大降低了法军的损失,翠军比乡军,怀军还普, 但就是打赢了法军与此同时,法军第143营,东京步兵营终于返回了三号堡垒, 他们接南地冲到大青山顶,攻占了四号堡垒,大青山上只剩下五号堡垒还在清军手中, 法军还高到陈家,将宗汉部的反击,法军不得不撤退,第143营, 外籍军团第二营和东京步兵营成梯形阵型退却, 王德榜的乡军从关外包抄了法军右侧后,法军的撤退速度明显加快, 镇南关战役后,法军开始了一连串的失败, 3月26日26日清军攻占了越南文人, 3月28日清军在亮山北部,击毙了法军指挥官尼阁里, 3月29日清军攻占亮山,接着又紧逼到屯梅, 古宗,观音小等地,3月30日,法国如贝里内阁倒台, 可惜的是李鸿章到底才是山寨比斯曼, 他把前线将士的战果做成了家生饭。